晚上好 我是家訓 第15屆全國大選掀起馬來人綠色海嘯 公正黨競選主任拉斐茲日前在槟城和吉達公正黨成員對話會中聲稱 國盟之所以會勝選 主要原因在於金錢政治 而不是靠TikTok的競選策略 拉斐茲也說 國盟正在助長種族極端主義 而造成如此大的轉變 讓他感到憂心 針對拉斐茲的這一番話 吉達州大臣沙努西就大感不滿 直言拉斐茲根本是在侮辱選民 沙努西強調 選民支持國盟是拒絕國政或西盟 並非是受到晚宴和金錢的影響 他也趁機影射競選期間 使用直升機代步的首相安華 只一黨未獲得不好贊助 因此沒有辦法像美國總統一樣乘坐直升機 另外 沙努西警告拉斐茲 如果再繼續口不責言 且無法管控好汽油 雞蛋和雞肉等商品價格 就準備好面對更巨大的綠色海嘯 今晚一黨領袖極力否認會選 但巫統登州主席阿莫賽義今天在律師團的陪統下 召開新聞發布會時指出 巫統已經召集了將近20名證人 針對登加樓三個國席 即呱拉登加樓 馬蘭和甘馬萬國席的選舉成績進行訴訟 這三個國席的國會議員都是來自一黨 他們分別是阿莫安詹 哈迪亞旺和澤阿里亞斯 阿莫賽義說 證人大部分都是18至21歲的年輕人 接下來就等待法庭的進一步指示 巫統一決黨選不開放競選主席和屬理主席兩大最高黨職 不只是掀起巫統內部的爭議 就連火箭領袖也有話要說 檳城行動黨屬理主席拉馬沙密在臉書貼文 感嘆巫統的決定 錯失了改革良機 他批評巫統主席阿莫賽義是最具污點形象的領導人 而這樣的負面形象不僅會影響巫統 也牽連西蒙和團結政府 對拉馬沙密的這番言論 巫統最高理事不愛替扎西護航 並反擊拉馬沙密才是行動黨的包袱 博愛在貼文中說 有人指控拉馬沙密患有精神疾病 並依以指令拉馬沙密的黑料 像是拉馬沙密支持戴米爾之虎的恐怖主義鬥爭 還曾質問安華內閣為何只有一名印譯部長 而針對羅秀鳳三子的玻璃式改校案 拉馬沙密稱之為綁架等等 由首相安華所領導的團結政府 將在今年3月進入執政100天 地方政府發展部長寧可敏今天接受大馬消防與拯救局 頒次榮譽勳章後受訪時披露 昨天安華在團結政府內閣成員甘迅營中 討論了各部門的關鍵技效指標和發展 而所有部長都制定了百日KPI 他指出對於地政部 他一接任部長職後就制定了七大KPI 作為該部門的領導人 尼可敏有現金 能夠在100天之內達到7KPI 包括剷除100個非法垃圾土埋場 人民房屋課題 增設小販中心 改善廢料能源管理方法 加強滅火救援準備工作等等 網絡詐騙案層出不窮 讓人防不勝防 為了遏制 詐騙事件持續發生 財政部副部長沈志強向記者表示 財政部已經通過國家銀行制定4個方案 包括銀行必須跟受害者共同承擔責任 而不是把責任都歸咎在銀行用戶身上 沈志強說 在電子銀行盛行年代 銀行在提升系統安全方面 一定要考量到收集應用程式的安全性 當受害者被詐騙 即使反應及補救行動更是重要 而這方面涉及了跨部門 包括國家銀行 銀行 警方 多媒體委員會等 接著就是保障 發生詐騙後 很多時候銀行都會說是用戶的疏忽 為沈志強認為 用戶把錢放在銀行就需要一系列的保障 最後就是刑罰 沈志強表示必須要檢討現有法令 像是加重對詐騙集團及潛力的懲罰 以及探討如何加強保護人民的個資等等 教育部長法利納今天出席活動後指出 根據教育部早前的統計 國內有超過300間破舊學校 單單如佛舟就有12間 對此法利納說 教育部將在2023年財政預算案中 優先考慮撥款給這些破舊學校 以用在提升和修補工程 與此同時 教育部也會確保在今年內完成全國7所 破舊學校修復工程遭拖延的問題 避免影響學生學習 新聞結束之前 歡迎訂閱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內容 我們再會 能鍵暖地測試作為成員工程的 華藤式水先,rid совершенно 炙撥設計的